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大家好 我是謝美琦 如果大家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可以打電話來 爭取機會 今天最後一節就是電話方面的查詢股票環節 先介紹這節嘉賓是我們的市務總監國獅治郭Sir 郭Sir你好 事不宜遲聽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吳小姐想問問題 吳小姐你好 吳小姐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三隻股份 我想問2828 今次會不會上網在什麼位置 自己有沒有貨 有的有少少 什麼位置賣 在86.6 好 先恭喜你 有些理論在手 看到現時這一刻 恆生H股ETF 2828做88.4 嘉寧觀眾86幾有貨 有些理論在手 嘉寧觀眾繼續想繼續向上網 郭Sir 大使方面繼續向上網的空間大不大 這時候怎樣處理 228好 其實都要看港股也要看A股 一種H股其實都還是比較低密 剛才提到深港通 其實有不少H股是比A股便宜的 如果在深港通居下 有些北水南下炒作一些 折樣比較多的H股 我覺得就有個憧憬 最低限度可以試一試 一個月的高位 大概91.5毫 當然知道 通不通 大家不知道 一直在談 有機會在今年內 落實開通 但你何時公佈 公佈完 今天公佈明天通 還有一段時期去準備 但問題是 公佈開通時 一些錢便有藉口炒作 有不少A股是高於H股 我估計未必會拍平 但如果是17元的A股 香港只有6元這樣 6元升上去 8元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對吧 所以那一刻 我想 200 200 200 應該有條件 略為做好一點 但這純粹是技術上的走勢 大家不要只看著 A股這麼高 H股這麼低 是升眼的 沒有的 分分鐘A股牛皮不動 H股繼續跌也不頂 記得留意這一點 如果是86元買 這分鐘就有少少可取 因為88.45元 88.5元 已經輕輕升破了一個星期的高位 目標暫時 我將它放在91.5元 這是一個月的高位 暫時的上網目標 至於指賺比較難遲 86元買現在800元 即是剩2元 2元我都不知怎樣定指賺位 索性暫時等等 好 吳小姐 另一隻股份在哪隻 914又是上網在哪個位置 這隻自己又有貨了 是嗎 是 我之前高也有些貨 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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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我們看到安徽海螺914 現在正在18元0兩仙 稍為就跌兩仙 看到股價 曾經跌穿過17元這個位置 但上回來 現在到18元0兩仙的位置 假令觀眾可不可以繼續看上網 最近看到安徽海螺方面和華人水泥方面 都簽訂了一些合作協議 建設生產線的 就是安徽海螺方面 還會幫助華人水泥方面 生產線的建設和技術的改造 兩大水泥股方面的合作 對於安徽海螺的前景會不會更加能力 暫時來說仍然還是產能過盛 因為三四線城市 你繼續去庫存 這個我想沒法改變 初初一路一路去發展的時間 水泥降財的需求當然是大 但這幾年其實落成了 放在這裏可以隨時交給 等賣出的樓實在太多了 但經濟不明 及個別三四線城市的 省市政府的配套也跟不上 所以樓就建在這裏 如果用望遠鏡看兩三公里範圍 其實找間超市都找不到 那你怎樣入住 所以我不覺得會有太涼泥的走勢 至於基建方面水泥的需求是大 不過問題就是 又不是太多賣點 你不像幾年前 需要建很多高鐵 高鐵站頭 高鐵的路軌 用水泥當然是天文數字 但現在這分鐘 就算你再做也是感嘗添花 情況都是比較負面 不過相關的股價已經跌了很多 一直以來處於一個轉定的形態 但即使能夠突破十天線 我覺得水泥股仍然不是大氣候 幸好有20元買其實就不太貴 如果技術上的表現 能夠進一步向上走的話 我想試一試 19元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不過我亦都在說 19元其實你的助力挺大 因為這是過去一個多兩個月的高位 如果你說不是開得太高 那就暫時等等 沒甚麼特別好做 況且50天線已經跌到19.25元 嚴格來說一定要升破50天線 施易叫脫險 所謂的險就是 逐步下市低位的形態 你看到 當它升破50天線 是一段上升的勢頭 當它跌穿50天線之後 是一段跌穿勢頭 所以50天線的防守性是相當重要 現在這一刻當然仍然高高在上 如果20元買的話 沒甚麼好做 暫時等等 吳小姐知道你有三條問題想問的 最後一條是問哪一條 喂?吳小姐? 我在五個… 聽不聽到嗎? 聽到,你聽到 我在五個七島買了 我可以在甚麼低位購貨 最後一條是哪一條? 聽得不清楚 992 992 在五個七島買了 是 看到現時股價正在四個七號二 跌著百分之一 聯想股價近這幾個月 都是逐沉低位 但似乎最近沒說過跌勢 好像稍有放慢 會不會見底呢? 連續創了四五年的新低 股價能否反彈呢? 家庭觀眾還有一元的差距 距離馬額 家庭觀眾可否守一守? 還是要止虧? 其實五個幾元錢買都是低的 因為十幾元跌下來的 不過現在問題是 手機的銷程放慢 連Apple的銷程都放慢 何況是聯想? 至於早幾年收購北美的Motorola業務 兩三年 但業績還是一般 這與環球的手機業務有走慢的感覺 至於電腦的銷程也放慢 這可能與需求和經濟周期放慢的影響有關 即是基本面上不行 老實說 直到這一分鐘 全年的低位是四個半銀錢 如果你問我現在我撤止蝕 撤哪裏呢? 就是四個半 當股價跌穿四個半 逐步向下找一年新低的時間 你不止蝕 大百人會止蝕 到時真是早心來準備 其實五個七米 都不算貴 但跌穿五個二、五個三 都差不多沒有了10% 為何不做風險管理 有些人說我駕駛得很少 我中線持有 我不要緊 你要問問自己 你駕駛的貨有否足夠持貨能力和能耐 如果你駕駛的貨不是太多 亦有足夠持貨能耐 就擺在那裏 因為這些電腦、電話相關的 產品 一段時期需求就會回亂 第一線期又會放慢 我看得太多了 好了 現在這一分鐘放慢 但你過了一段時期之後 因為沒有買 中規都要買 到時又要舊機換新機 因為現在電腦的型號越出越新 上星期買完 上星期買完 到現在這分鐘 好像落後了一點 到下兩個月 那款可能更新 功能更多 所以最終都要看看消費市場 現在這分鐘經濟不明 有個情況可能我會想到 有個電腦放在那裏 仍然 都可以用 但就不是那麼更新 如果經濟好的時間 有你沒有你就換了算數 但現在這分鐘可能 人們會覺得 都是等等先 過多一段時期再看 反正都是用了那麼久都沒有問題 你真是說銷情一定會受到經濟不明所影響 亂想正正在這方面 是比較吃虧 包括手機和個人的notebook 暫時的銷情都是負面的 四個半的支持很重要 你有足夠持貨能耐 你不走 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有時候除了減榜或者止蝕之外 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是 好 多謝你 好 多謝你的電話查詢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謝謝郭Sir和你做新報 那兩節提及過的股份有沒有哪一種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先休息一會見